這也讓週四的美國股市開盤 只有正面的回應 最終主要股市是強勢收紅 道瓊工業指數大漲564點 是6月以來單日最好表現 另外標普500也是上升1.89% 也是9個月以來第一次漲幅 連續超過1%的情況 而納斯達克指數收到2.36% 也是7月來最好表現 不過美國主要股市受到激勵 除了聯準會連兩次的動漲之外 增強投資人信心 包括債券殖利率的回落 都有連帶的關係 另外同樣因為上一系列的 美國企業財報有好的表現 其中半導體的廠商高通 財報樂觀上一季的營收 是優於市場的預期 也代表原先手機晶片的銷售頹 似乎開始出現一點轉機 加上手機與手機大廠蘋果 接下來的合作都激勵了美國股市 而在這之前高通已經連續5個季度 在公布財報之後 盤後股價是下錯的情況 這次的財報是帶給投資人不少信心 而美國勞動市場 也是影響美國股市走向的 其中一個原因 而美國最近公布的消息是 申請失業救濟人數 每週上揚到21萬7千人 第三季的勞動成本是有意外的下降 也顯示通膨和勞動市場雙雙放緩 美國聯準會主席鮑威 是在日前的發言表示 也可能暗指說會結束這波的升旗 究竟是不是能租投資人 期望聯準會可以結束升旗 都值得我們後續來持續關注 主播 好 我們還要持續再來關注到的是 以色列跟哈馬斯之間的戰狐 目前還在持續當中 那以色列軍方也說 已經包圍了加薩市區 也就是哈馬斯的大本營 有沒有什麼最新的情勢 我們要請楊晴 繼續帶大家了解 是的 沒錯 哈馬斯在10月7號發動了突襲 而以色列國防軍隨後展開了地面攻勢 已經連續多天 雙方在加薩的邊境地區 是有激烈的交火 而最新以色列是宣稱 已經攻進了主要的城市加薩市 而加薩市就是哈馬斯武裝分子的 主要據點 由於加薩地區衝突後遭到圍困 沒水沒電又沒有食物的情況下 是人道危機持續升溫 儘管國際社會是要求 而且呼籲雙方為了衝突降溫 但以色列似乎現在沒有要停手的意願 國防軍發言人日前就提到 是不會考慮休戰停火 強調會持續殲滅哈馬斯 還有未在加薩他們複雜的地道 以色列也連續三天 轟炸加薩的難民營 最新波時代中部的布賴及難民營 而且至少造成了15人死亡 不過多數都是奪避空襲的加薩平民 當然戰事持續下 包括哈馬斯還有以色列軍方 雙雙都是有死傷 其中的乙軍是首度證實 地面作戰以來最高層級的官員死亡 第188裝甲旅53營營長的 哈巴卡忠孝在加薩北部死亡 自從發動了地面攻勢之後 軍隊戰亡人數也增加到16人 同一時間也宣布 已經擊潰了1.2萬個哈馬斯的目標 還決定鎖定更多的新的目標 似乎是積極的很想要儘快消滅 哈馬斯武裝分子 不過現在以色列可說是危機重重 因為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 也在以色列的邊境蠢蠢欲動 還攻擊了19個以色列軍方目標 而根據路透社表示 今天稍晚真主黨將會針對 哈馬斯和以色列的衝突 發表新的演說 外界關心 真主黨的出面 是不是會造成引爆新的衝突 為中東局勢包括以色列 還有哈馬斯 還有周圍的阿拉伯國家 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也都值得後續來關注 主播 好 謝謝楊晴 帶我們掌握中東現在最新的局勢 我們也持續帶大家來進行關注 好 接著我們來看 選戰倒數71天了 這藍白總統到底會不會合呢 還是要留局了 因為侯友宜才說今天是最後期限 而且說火車過了就不等人 那侯友宜今天在台中 也針對這件事情有最新回應 我們交給莊凱宇 好 各位觀眾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今天一早就來到台中 跟這個立委參選人楊瓊衣 一起來同意